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不想手作 我是肉依 那之前呢 有介紹過百元商店的手作好物 那其實不瞞大家說 我常常在某個地方買我的手作用具和補貨 那大家去那個地方呢 可能就是買一些生活用具啊 生鮮雜貨的 不過我每次一去呢 就會衝到他的文具穿去 我今天呢 來到了 Costco Costco這邊呢 賣了很多手作的必備用具 當然它的量非常的大 不過呢 相對的除下來 每一個都便宜到誇張 那我今天要去補個貨 之後呢 再回家開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的文具店跟Costco的商品呢 價差 還有它的內容物有差多少 我們出發吧 嘿 我現在來到了文具這一區 大家一看 看這邊不值得寬廣 這個是一個人都沒有 那我每次來呢 第一個就會先去買這個東西 這個 3M 的雙面膠 這裡面總共有12卷 那它的價格呢 只有119 而且呢 它這個雙面膠 比外面文具店賣的還要厚 那之後呢 會再比較給大家看看 這是第一個 我一定要買的東西 那第二個呢 我這次想要買的是 噔噔噔噔 噔噔 噔這個 PLUS 的磨蛋痘痘貼 那前幾天我的影片呢 有介紹PLUS的磨豆 那這個呢 是在Costco才可以買得到這麼多的組合 這裡面有12個 那每一個的長度呢 是12公尺 而且它圖案也超可愛的耶 那之前在Costco賣的不是這種磨豆 而是一個旋轉的雙面膠帶 我真的覺得這邊最好的地方就是這個 它有告訴你說 每一個除下來的金額是多少 你就立刻可以比加 超讚的 噢 好想要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吧 噔噔 這裡大家很驚奇的是他們這邊 居然有賣這個品牌耶 MOSKIN 意大利的經典品牌 那在之前的博客來影片呢 我提到這個牌子 他們家的紙呢 都是無酸紙 在台灣這個這麼潮濕的環境 我們的紙呢 如果不是無酸的話 就很容易變黃 好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詳細的資訊的話 可以看之前那支影片 那這裡呢 它現在有販售Costco限定組合 兩本大的加一本小的 只要999耶 很誇張 而且呢 你以為只有這兩個顏色嗎 No 你看這裡 還有這個 藍色 紅色 綠色的組合 兩個黑色的和粉紅色的組合 大家可以來這邊買這個MOSKIN 價格超划算的 跟朋友分享 只要450 除了文具用品之外呢 這裡也有賣很多事物用品 像是這個資料夾 也是PLUS的 它這個呢 有五包露 雖然說感覺還蠻多的 啊 拿不起來 它這個呢 有五個資料夾 有五種顏色 感覺超可愛的 那這個相信不論是學生或是上班族 應該都很實用吧 那我這個呢 要買回去 回家試試看 嘿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那邊 我剛剛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個 我已經幫大家想好今年聖誕節的禮物了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這是PLUS的花邊膠袋 那大家可以就是兩個拿起來 包在一起 送給朋友當交換禮物 不覺得拿到這個也會蠻開心的嗎 那我剛剛呢 還有看到這個 大家所學生時期的回憶 PLUS的立口袋 那除了這一款之外呢 還有這一款 那我學生時期呢 比較常使用的是下面這一排 那以前呢 就有透明款 現在還有粉紅色 黃色跟藍色耶 也太豐富了吧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這一款用起來超級無敵大聲的 就是它大聲到大家都覺得 嗯 你就在使用力可待 大家有沒有一樣經驗呢 超尷尬的 好 我剛剛介紹這麼多 以為我介紹完了嗎 還沒有喔 它們有賣很多的筆類產品 不過硬盒的量呢 都很驚人 相信很適合辦公室需求 或是三五文具好友一起分也還不錯 除此之外呢 還有色籤筆屆的精英 德國的 灰博品牌 種類也是相當的多啊 好 我挑好了 我們來回家開箱吧 好的 我們回到家啦 第一個呢 要介紹的就是3M的雙面膠 它這樣一組呢 總共有12個 價格呢 是119台幣 等於每一個呢 只要9.9塊 我猜一個 給大家看看 它不僅價格便宜呢 連容量都非常的多 那單看當然不準啦 我們要有對照組 這個我是在Seven買的一般文具店 都會有的路頭牌 雙面膠 路頭牌這一款呢 寬度是12M 總長度呢 有10公尺 在一般的文具店應該都是12塊左右 那疊上去呢 它居然少了這麼多圈 所以Costco的卷子是完勝啊 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喔 給大家參考一下 OK 那我們第二樣介紹的是 Plus的豆豆貼膜蛋 這款在外觀上真的很吸引人 上面呢 是各種動物孵蛋的圖案 那下面是各種蛋類的料理圖案 它這個包裝呢 打開有點小技巧 右下角呢 稍微折一下 沿著邊邊撕 就可以不破壞底部的拆開 一隻排開長這樣 看起來都好可愛喔 來仔細看看它的尊龍 是需要拆開蓋子的形式 那背後呢 有寫Plus豆豆貼膜蛋 跟魔豆呢 有一樣的logo 蓋子打開來之後呢 它有一邊是比較短 一邊是比較長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用看看 先來看看每一款有多可愛 那這一款呢 就是小雞 接下來是玉子燒 還有荷包蛋 那這一款呢 是我最喜歡的呢 就是企鵝寶寶啦 最後呢 還有蛋包飯 我們來試用看看喔 這一款的黏膠 不像魔豆一樣 是蜂巢點狀的 它是一般的連續黏膠 像這樣子呢 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就是在塗的時候 比較容易砍吸 而且中間呢 會斷斷續續的 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集介紹 聖誕節小說的影片 裡面就有介紹魔豆的使用方式喔 那其實呢 魔蛋比魔豆便宜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哪一種是比較適合你的喔 接下來呢 是Plus Pasty A4資料夾五露 它有五種顏色 那它背後呢 有寫一些它的特點介紹 像是它的邊邊試做成圓角啊等等的 這些顏色都很粉嫩耶 好可愛 正面呢 做成擦形 雖然說沒有圖案或是文字 但單是用兩種顏色交叉 就很可愛耶 那背後呢 有一個小口袋 可以放紙條啊 收據發票等等的 內頁總共有20張的資料袋 不算多 但是這個厚度呢 很適合帶出門 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正面呢 是霧面的 裡面的那一頁是亮面的 好 我們來看每一款的顏色 第一個是桃紅色 第二個是粉色 第三個呢 是紫色跟藍色 第四個呢 是藍色 第五個呢 是綠色 這些顏色 真的都很可愛 它的側面呢 也做得非常的用心 側邊也是一個圓角的設計 這些呢 是我上課的文件 果然呢 還是要用資料夾整理收納 看起來才舒服 它的內頁袋呢 很一般 用起來呢 就是普通的好用 那後面的口袋可以裝東西這一點 非常的加分 像我就放了一些名片啊 還有貼紙 等到必要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用囉 這個呢 我要插播一下 這是我上次購買的商品 那這個是L型的文件套 它總共呢 有144個L夾 那學生可以放考卷啊 上班族呢 可以放一些合約 重要的文件等等的 重點是 它的質感非常的好 每一片的厚度呢 都很高 比一般在文具店買的 還要來的高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來到了最後一樣 是鐵製的擋書架 梁竹 它其實除了黑色的之外呢 還有銀色的 我感覺呢 這款書架很重 應該可以固定好我大量的紙 那我們先把它拆開來 好 它拿起來呢 不會刮手 質感還蠻好的耶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呢 它的底部有紙滑的圓形墊片 這個設計還挺不錯的 而且它呢 也是十足的有份量 那我這次會選購書架的原因呢 就是我最近呢 把我的手藝用品 全部搬到其他房間了 非常會需要用到L型的書架來收納 那大家敬請期待我的房間收納2.0影片 這是我這次的戰略品 雙面膠 兜兜貼 資料夾 還有L型的書架 那它們呢 常常會更新產品 每一次都有興起 我真的非常喜歡去發掘好用的工具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